孔玲林中国中央电视台 欧洲中心战记者孔玲林 9月30日 在英国保守党年会期间与参会者发生冲突一事 近日又有新的进展 据香港南华早报 4月24日报道 英国西密德兰斯警察局 日前证实 中国中央电视台驻欧洲中心站记者孔玲林 已被指控普通袭击罪 它将于未来某一天 目前还未确定出庭 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派央视发言人 25日晚间表示 央视欧洲中心站已经注意到教室者 向不明派地方法院 请诉记者孔玲林一事 众所周知 9月30日 在博明汉保守党年会期间 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举行所谓的社稳问题编会 邀请香港非法战中主要策划者和鼓吹分裂中国分子戴耀廷 罗贵联等人身会旁听的中国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记者孔玲林进行提问 并表达自己的公典 不仅被阻挠 甚至还被尼尼克鲁 本人身侵犯 事后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严正交涉下 英国警报确认 尼尼克鲁 推荡记者在线 记者反击在后 决定不予起诉 孔玲林被五指控释放 央视法言人指出 现在 尼克鲁 再次恶人先告状 企图会向视听 希望英国有关方面 不要被某些政治势力所干扰 以事实为依据 明端此案 维护中国记者的合法权益 我们同时支持孔玲林本人 保留反诉 尼克鲁 的权利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发言人 10月1日就该事件回应着 香港回归祖国20亿年来 一国两制实践取得巨大成功 香港发展成就局势公认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防守党人权委员会 利用该党年会 举办兵会为反华分裂势力章目 中方表示严重关险和强烈不满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 任何组织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务 任何谷春香港独立的土谋和行为 都是徒劳的 发言人还强调 英国一贯标榜言论自由 但当中国记者 在联会上提问表达观点时 却遭到百反阻劳 甚至人身侵犯 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们要求保守党人权委员会 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停止插手香港事务 要求会议组织者 向中国记者道歉 医支援绾 医支援绢